9场已经是取得了8场胜利 非常不错的一个胜率 那现在呢是第二场的单打比赛 是由巴州海润的第一单打梁静坤 迎战上海中心的上坤 说到胜率梁静坤 今年的这个平常联赛的这个胜率呢 就不太让人满意 胜率是偏低的 尤其是急需胜利的今天的这场对决当中 梁静坤的表现呢 可以说是将会成为巴州海润的一个 能否取胜的一个关键 尤其是这一场必须要拿下 然后才可能为巴州海润取胜赢的机会 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目光转到赛场上 梁静坤虽然是巴州海润的第一单打 其实年纪呢蛮小的 就是大赛的成绩呢目前呢是没有 基本是没有 但是呢在队内的一些直通东京啊 或者是世拼赛的一些选拔赛 他呢是取得过几场比较漂亮的战役 就是赢过马龙张继科 然后呢在世拼赛苏州世拼赛的时候 对呢选拔赛二月份的时候 也是首轮也是赢过张继科 但是其他大赛呢是目前呢 个人的成绩呢还不太突出 世拼赛它虽然是帮助河北队破了一个 就是打破了一个小历史吧 就是连续22年没有河北队队员去 进到世拼赛的这个名单里面去 他是终结了这个不太好的一个记录 但是他个人的世拼赛的这个表现呢 也是中规中矩啊 没有成为刘果良之前预言的 可能会成为黑马的这个这个结局 他第三轮啊 因为他是96年的一个小一个小将 现在还很年轻 他那是胖乎乎的啊 就是其实很多人也管他叫 也会管他叫小胖 对两个小胖啊 其实乒乓球里面那个胖乎乎的运动员还蛮多的 按理说体质比较偏高的话会影响运动啊 就是他们不困扰吗 反正像马林啊王浩啊他们也都不瘦 对对对 就对内教练会要求他们减肥吗 会就是曾经马林他们在厦门集训的时候 刘果良专门给他制定了减肥的计划 然后每天不怎么吃东西 还有很大的运动量 然后还要去爬山 但是我看 然而 没见他瘦过呀 瘦了一点 还是瘦了一点 听说王浩现在在健身 对他在骑自行车 他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留下的永远是虎头虎脑的 这个圆润的一个样子 但是现在就是不打了 反而是专门去健身去瘦身 其实梁建坤当时选财的时候 就是也因为他的这个体型 一度认为他不适合打 但是结果呢还是发现 就是他发展的心理素质特别好 就是越重要的 就是越大赛 他心很大 就是神经类型特别好 然后结果呢发现也是很适合 连乒乓球 而且成为现在的一队的队员 而且成为河北队的一个实力担当 刚才梁建坤这个跳舞也是很错的 插网 插网 现在梁建坤呢 果然是8比5领先的上坤啊 嗯 这是一个志在必得的一场担打 上坤也算是上海 对了一名老将 其实现在干打主要就是史心中他嘛 就是担当 嗯 另外一个担打呢就是 今天来的是郑荣直 是韩国的一个外援 郑荣直 也算有点名气了 因为奥运会的时候 对 奥运会他在跟马龙的时候吧 就是他先领先马龙两局 但是马龙呢也是 对马龙4比2逆转了 但是先赢两局 也在奥运会这样的重要比赛啊 那也是 就是会让就是中国球迷们下一身汗啊 而且赢的是领先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龙队 而且他在南川半决赛的时候也是2比3输给了张继科 也是 也是 就是很惋惜的一点点啊 就差一点 郑荣直今天呢将会在接下来的双打和尚坤打档 另外呢假如打到第5场的话 那他将会在王楚清 对阵八周海润的王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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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坤这个球 一个球失误之后啊 这样第1局 杨静坤11比7 就击败 在第1局啊 是领先的上坤 11比7 先拿1分 自己计划 达到 天边 双子 改双子 这样的 他並不是時時反送的 他有延遲 加油 加油 他們的第二局比賽開始 尚昆罰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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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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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擦網 打亂了梁靜坤的節奏 連續讓尚昆得了四分 對 要穩住啊 八州海駿的希望都在梁靜坤 這兩場丹娜最起碼要拿下一場 連續擦網 幸運球很多 這個球明顯他心態上有一些變好 槍不能保 因為水平都在博仲之間 台內一個搶攻 對這個發球判斷得非常清楚 直接上手 小萬一走 所以發球的變化要多樣啊 讓對手吃不透 有個小動作 啊 這相公回的擠到了他 對 所以他們每次說準備的怎麼樣 準備的怎麼樣 就是看了大量的對手的錄像 研究對手的打法 對 我們看 你看場邊那些小的這個 鏡頭 就是他們隊員自己架 對他們每一場 他們就是要錄下來 都要拍下來 錄下來回去要反覆的 反覆的觀看這個 比賽錄像 他們都會進行數據的一些分析 對 剛剛那個就是程俊錡在架 對 就是發球海潤的 今天要出任雙大的一名隊員 也是94年的 河北當地人 河北隊呢 基本上都是 河北本土的球員 連教練也是保定的 都是當地人 大部分都是當地人 對手 Lin круг 發球有一個手腕的小旋轉 有一個幌動 動作很靈活 對 看似說好像過狀了 但是其實是個很靈活的 你看 都是有一個欺騙 這個手 对手看不清旋转的方向 而且呢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就以为你已经要击打球了 但其实是还没击球 就容易引起对方的这个判断的失误 但是依然是落后四分啊 有取色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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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得分士气大震啊 那里格也是连得了几分 这个得分士气大震啊 高了 哎呀 这是一个机会球啊 本来尚坤这个球是回高了 给了这个侧身的机会了 结果打到了网代上 他自己也是很懊恼 是宋的一个进攻机会 你看 就是一波动 心里上还没有平复 就立即又丢分 让那方抓住机会 将尚坤的立即11比6 扳回一局 双方的打成1比1 优优独播剧场—— 第三局呢 由梁静坤先发球 上海队也是很 市区太早 大家站起来鼓掌 刚教练还跟郑荣植说了什么 他真的懂吗 太好了 你一直交流 哇哦 这两个啊 都是大力薄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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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队有点 上海队的打fin 然后收入率稍微高了一点 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一些运动员 他们的大赛经验 觉得大赛经验很好 觉得他们的心理素质和他们的稳定性发挥得很好 对 这些年轻的小运动员 他们可能一场比赛会赢 但是 心理波动 心理波动一旦 在球的反应上 就会差很远 因为尚坤的比赛经验也会比梁建坤多 毕竟是90年选手 对 他也是曹永华乒乓球学校 输送出来给上海队的一名队员 也是上海本土培养的 上海队的这几个队员 基本上都是曹永华乒乓球学校 曹拼 他们叫曹拼 都送心牌了 刚刚几次对拉以后 一个乒乓球被扔出场外 估计是被拉裂了 哇漂亮 这个 哇这个一冲 本来以为得到的这一分 结果梁建坤防守同样非常精彩 嗯 往下这个冲 结果不但回过来 而且回了一个落点非常好的一个 他的一个反守卫 哎 哎 再次反守卫得手 上海队这两个球都有点 判断 判断的有点失误了 对 没来得及啊 预判不到 好 双方轮方攻击对方的反守 嗯 教练亲自给队员凌水 蛮有爱的哦 哈哈哈 练者 有 elementos 什么 有 有 比赛继续进行 上海对这个布阵的其实中规中矩 其实上海中心也是可以争夺前四的一支队伍 所以他们对每场胜利可能也是非常渴望的 目前上海中心是仅次于八一大山和山东卫桥 集七分 上海队在南拼的方面一直都很好 在全国锦标赛 他们对他们也是南团三连冠 对 而且都是王立琴带的吧 王立琴 王立琴是一三年底开始转型当教练 所以说成绩不错 王主 好 王立琴 所以上次是没有更胜 进攻的角度已经够开了 立即回过来一个更开的 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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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住了这一分呢 是靠防守防住了这一分 啊 这球上空没有大力去抽 落点上就先直冲着这个 追着这个梁建坤站的位置打 吃了一个八球 擦网了吗 这样 就像一分的差距 像梁建坤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而且还握有罚球 应该是上坤发了 这线路打的真是浮了啊 是浮了 是浮了 这就算是浮了 哦 對 浪費了兩個 剛剛特別可以感覺到想搏一個 對球彈網之後 線路有點改變 啊 梁靜坤在第三個局點的時候 終於是把握住了機會 上坤的一個台內 跳球出界 現在呢 梁靜坤是2比1 暫時領先著上坤 看看 梁靜坤他們都拿到這一分 呂 梁靜坤 空間 海底 水嶺 好 回到比赛当中 梁静庚和尚坤的第二场单打进入到了第四局 好 巴州台队目前因为成绩不太理想 这首轮他们赢球之后 他们对内对内的目标are 定的就不高 就是他们因为知道都是年轻小将为主嘛 所以说锻炼新人 而且呢其实后北队虽然名将不太多 但是其实国家队的选手挺多的 就是日为国家队的选手挺多 他们呢就是希望今年啊 主要是能够年轻队员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 以色列列 我们这几个球打了一些招集 上后的输 这个球想挑到尚坤的反手位 结果呢给了尚坤上手的机会 一下子被动起来 连续扛 扛不住 一会儿 中文台 способ 中文台给尚坤 担心 中文台 中文台 邓星 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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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昕 狗不到了 刘雨昕 看着像很随意的 刘雨昕 看着很随意 刘雨昕 但是那个角度和落点很好 刘雨昕 又是胶着的一个状态 刘雨昕 对 刘雨昕 刚搓着这个球呢 虽然看着有点高 但是呢 好在足够短 虽然他上手了以后啊 还是防住了 结果造成了他的一个失误 尚坤的失误 尚坤的表情来看 好像对自己欠了这段的手感不太满意 对 好 Sir Chang 请设计 악 四比五 很遗憾对自己的这个处理 我发现每次休整之后 尚昆都会先得几分 尚昆要进入状态 会比尚昆慢一点 尚昆的发球有变化了 尚昆这几个球回的真够深的 就是两球完全不好发力 不够深就没法发力 所以他们可能在 刚才跟教练的沟通上 也说到了这些问题 因为可能坐在教练那个位置上 看的会比较清楚 对 好 漂亮 这个球 适合发力的 又加上这个擦网有助力 造成了上台的失误 好漂亮 大角度的又掉了 漂亮 大角度的又掉了 啊 吃了個球啊 吃了個發球 對 高了 啊 這個球一看就是回的質量太低 這場臺內出高球肯定極難反 給對方機會 一 二 三 八 中路對攻 短兵相接 梁建坤也是很不爽 對 對攻的時候 尚坤的穩定性總的來說還是略高於梁建坤 相持起來之後 剛剛那種球就比較長士氣 長士氣 相持 只但過了三板之後 對 過了前三板之後呢 尚坤的影面就大 尚坤前一個球處理的 一個非常過的一個動作 往前躍著去 去 勾著去 勾著去打了一個 高了 沒有壓住 完全是 但是 送給對手一個特別好的上手機會 轉眼 你看 連續兩個失誤之後 比分拉開到兩分 將 尚坤就拿到了 第四局的局點了 而第五局的話呢 就七分 一瞬間的事兒 來 林坤的兩個發球 所以這個球很關鍵 非常非常好 高了 一半過了前三板 基本上上坤的影面大 尚坤的穩定性 尚坤的穩定性 尚坤你看那個不好上手的球 之前做好就拉著這種 不再改進去的 送了一個短的 應面能力太強 這樣 梁靜坤和尚坤就 馬上進行的是第五局 就七分 我发现像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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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尚坤和梁静坤的七分决胜 首先发球的是梁静坤 这局很关键 是啊 图球角度追求的稍微大了没丢丢 是贴着球台出了边界 上海队的教练和许欣也是非常的激动 同时站起来为这一分喝彩 在七分阵的情况下连着两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上海队看来目标笑也是有野心的对近年 胜利如此可望 漂亮啊 就是擦边了 擦边球 上坤其实前一个有一个球其实可以更狠一些 他稍微保了一下 结果给了梁静坤喘息的机会 刚刚一个幸运球擦边 二比二拼 可不可以对刚刚全场 那个全队队员和教练能起立啊 最需要给劲的时候 作为巴州海润的第一担打 现在最需要站出来的时候 好三比二 反而是领先了 上坤 上坤 他在难难自语 双方换边 上坤的表情领先或者是落后都是淡淡的愁容 哈哈哈哈 三比二 加油 加油 双方都是很多的小动作啊 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加油 好的 下榜 刚好 下 HAR 就拿下这一场了 发球前好好想一想 发球抢攻 这个角度把这个山坤调的转场飞 还是盛在这个揭发球这一下 一下子拨到了对方的反守位的一个大脚上 这样逼得山坤回球质量不高 华北队在群情激愤的 华州海润将拿到了三个 这一场的场点 三个盘点 往往在这个时候 对 心态就会影响 会波动一下 技术 对 心里一起变化 你手上的动作就 就会变形 对 有个两种这么说 他喊喊厚厚的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波动他一样 连续丢了两盘点 第三局的时候也是八比十上坤落后的时候 连续破掉他的两个这个局点 对 我们来看三个局点他怎么破 啊 第三个局点的梁静坤终于是抓住了这样在 八州海润和上海中心的第二场单打的比赛当中啊 梁静坤就三比二 非常精简的 你两分的一个优势啊 是击败了上海中心的尚坤 这样呢 大分 两支俱乐部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这样呢 真是铁定还要再打一场了 对 下来呢是双方的双打的比赛 但修直进去 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 特别选择 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